七八月暑假旅遊潮來臨 不少民眾早就著手計畫旅遊的行程 而隨著中央推出國旅的補助 高雄更是加碼再加碼 祭出週間補到千和獨創的週五又補五的住宿優惠 凡是平日日到四入住高雄 只要業者符合申請的資格 就有機會拿到最高補助的一千五百元 而因中央的平日補助只到週四 因此市府特別推出了週五的住宿優惠 只要當晚入住高雄就能享有五百元的優惠 好康不斷的放送就是要好好刺激一波觀光經濟 只要在七月十五號到八月三十一號 週五入住高雄的旅館 我們就補助五百元 讓你開心擁有週末的小切幸 雖然能夠刺激觀光 但對於納馬夏的業者來說 幫助還是有限 因為對於他們最大的旺季 是四五月的營火蟲季 而非暑假 但當時處在疫情的高峰期 游客量大減 因此除了期待國旅補助能增加來客量 業者也自行推出了套裝行程 吸引民眾上門 除了重計以外的時間 基本上都是算是單機 目前就是先推我們的一日三殘的規劃這樣 然後也都有在做宣傳推廣 多項補助方案就是要民眾心動 用最省錢的方式敞遊高雄 由新聞老爆市高雄納馬夏採訪報導